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全球的汽车市场 受到了不少变异的影响 所以呈现动荡不安的现象 当然台湾当然也是不例外的 但是我们看看 2022年台湾汽车市场 新车销售的总成绩单 几家欢乐几家愁 有一些品牌呈现大幅度的衰退 但有一些品牌却逆势的成长 那这当中有哪一些玄机存在呢 还有在今年的1月1号开始 其实有不少的汽车品牌 纷纷调赏了新车的价格 但有一些品牌却坚持不涨价 我们今天也帮大家好好的来做整理 那首先带大家来了解一下 刚过完的12月份 台湾汽车市场 总体的这个状况到底如何 表现好吗 大慧哥 整体上来讲的话 也一如大家的预期 因为虽然说晶片开始有出现缓解 但是整个市场 因为恶物战争的没有平息 所以整个市场的一个国际局势 通膨等等的或者是一些缺其他料件的关系 还有成本的提升 导致了整个市场表现来看 我们今年台湾市场还是比去年少一些些 前年2020年是44.9万 这个去年就202年是42.9万 少了2万辆 而跌了4.5% 衰退了4.5% 对 然后就这样子的表现来看的话 我们光看这个12月的表现 我们就可以看出来 这有一些这个差距就出来了 因为在2021年的12月的时候 我们大家知道这个汽车的销售量是4万辆 那时候比2020年是衰退了11% 那我们说原本预期也紧急回复的时候 而且12月又是我们过往的销售大月 因为大家过年要换新车 结果整个表现出来 我们的12月也只能买了4万1000台 4万1000台只比去年多了3 4%而已 所以表示我们的整个一个市场的销售力道 好像没有回过来 那回过来一个是 是不是消费者没有钱呢 也不竟然主要还是在缺车 不只是进口车 国产车它的料件有些关键零件 而且它也是从国外要进来的 因此这造成了 我们这个国产车跟进口车销售比例 在12月的话出现一个 进口车怎么到它53.3% 国产车摔退到只有46.7% 我们以前说死亡交叉 这已经不叫死亡交叉 这叫做进抢国入 然后这样子的表现出来 你就发现说 这样子这市场来讲 那在未来的时候 也会这样走下去吗 那倒也不竟然 因为整个国产车来讲 这就缺车 等到它的这个料件到齐 然后等等 因为它毕竟还是比较单价 比较便宜的 因此它会回 我想它还是回到一个正规道 这个无无比例 然后进口车市场 因为它12月 我们有一个特斯拉大量交车 把整个一个进口车的销售量 大幅的拉抬起来 因此你整个来看的话 这就是特斯拉卖最好 有样 其他也是衰退 那衰退不是说 他们就卖不好 也是缺车 因此整个你看下 你会发现 这整个一个台湾市场来看 它在明年这样子走下去 到1月 因为你刚刚说了 冠言讲了 有些会涨价等等的 然后大家也有的 就会预设一些缓冲时间 让消费者赶快进场来 赶快跳进来买 或什么下单等等 因此还是会也累积一些单 但是不是能够确实 把这些车子交出去 在过年前 或者是过年后 这还是要看车厂跟原厂的一些 这个怎么说沟通协调 然后还有些这个车辆 它什么道港 人等的这个料建道港 这都是关键因素 了解 好 谢谢大卫哥的分析 当然我们看到 这个是12月份的状况 一个月看不出来 到底2022年 大家汽车市场 各个这个车厂呢 过得好还是不好 所以总体来说的话 刚才大卫哥有点出来 有一些品牌真的是逆势的往上冲 但是有一些品牌却大幅的衰退 罗哥带我们来掌握 对 其实就看去年的整个数字来看 我们没有把这个资料列出来 不过呢我们大致抓一个这个趋势 就是说其实去年大部分是跌 跌了大概5%多嘛 但是还是有少数的品牌 他们虽然不是在这个排行榜的最前面 不是说那种销售量非常高的 但是他们是逆势成长 这个就是品牌对自己的一个比较 对 就是跟自己比较 跟自己赛跑 虽然这几个品牌 像苏巴鹿它去年 其实它也没有到万台 它其实曾经也有冲到蛮高的 七八千台一个月 但是因为可能前年比较惨 那去年稍微比较恢复供应 它比较没有那么欺惨 所以它成长起来了 成长很多 将近30 对 成长率算是高的 但我们知道它譬如说Forester 那其实在2022年的时候 整个的成长幅度还蛮大 大概16%左右 因为21年是很缺车 对 就是说其实如果你21年被卡到 22年就交车就交得多 所以就成长得多 对 那只是跟自己比赛的成长率 但是它事实上并没有到 更以前的巅峰 并没有要创新高这样子 但是KIA的话就不一样了 KIA是真的是扎扎实实的成长 而且它每年都在一直往上爬 对 而且它去年你看 它就已经卖了大概4600 快5000台 然后手上还有一千多张的 订单 你知道去年整个 你看KIA不管是电动车EV6 是 对 它也交了600多台了 还有一堆单子在等 油车更多 对 油车像Carnival订了1000多张 对不对 一年以上交车 对 就是等很久 就是你有车就来 有车就来 所以真正成长率最高 我觉得反而是KIA 所以KIA 不管就是说它在新车上面的表现 非常亮眼 电动车也是很厉害 那同样的它的兄弟上 你看现在韩国车的两个成长都很强 那现代系车它也当然有进口车跟国产车 国产车你看 涂上出来不得了 可是一直缺车 它如果涂上不缺车的话 它表现更可怕 它已经下一年也是一万多台了 对 对不对 它成长率还百分之十四点 它涂上有时候可以交个 一个月交个六七百台 但是有时候也只剩300多台 为什么 就是它的料一直缺 它明明它的单子接很多 他们都很担心 一直被客诉说 为什么买你的车 你是国产车 为什么要我等那么久 对 然后IONIQ 5也是非常棒 它的电动车 它也是全世界得奖 大家也都缺车 它交的车竟然比EB6还少 因为它缺的车 在全世界缺的更严重 对 全球却很严重 所以我们在预估 比如说二三年的话 KIA也会有很多的新的车型在继续 包含电动车陆续再出来 现代也会有 所以这两个车厂 我们在预估二三年它的成长 可能没有这么亮眼 但是我相信他们都是持续在成长 是 好 谢谢罗哥 也恭喜这三个品牌 在2022年 对 跟自己赛跑 没想到竟然成长了这么多 好 那接下来 当然有看到成长的 当然也要看一下衰退的 对 衰退的话 你看我们的国产品牌 国人的品牌 纳士姐是比较辛苦的 它已经掉了38.8% 还是他们正准备要开始迎接 纯新的电动车 是的 其实这我真的要讲 他们在做一个内部的明确的调整 了解 那真正的主力车型就剩下URX 最近也在外观也改了 改了跟未来的N7 有点这种新的CI感觉 就是说它的车头不会再放这个 DUXGEN的这个logo 可能它就把它名字把它放在车头 所以这个对于这个未来的 我想二三年的下半年 如果它的N7可以顺利的 而且产量不要一直缺车 你看那时候一出来的时候 订的人就有一两万台了 就2.5万 变成它的会员 就说会员 对 所以我相信在等车 期待它的人仍然是非常多的 只要这一台车能够成功 我相信纳士姐在二三年度 应该是会有很亮眼的表现 对 那福特呢 这个我们一直讲 每次讲到它就是缺车缺料缺料 因为它实在是受到欧洲 以及中国那边的物料的牵制比较严重 所以它的其实再加上它的车型 你说Focus也好 KUKA也好 刚开始都是因为有Level 2的自动驾驶 COVID-2 3.0 这个形象都非常的棒 但是渐渐渐渐的大家市场 也失去了新鲜度 还有就是说它实在还是缺料 对 然后这个就导致 它在整个的市场上话语权就比较少 也没有新车 所以它就渐渐渐渐稍微的比较弱一点 但是最近也开始在推 2023年 2023年也开始在推新的车型了 而且很有可能Focus也会有新的车型 所以很快吗 对 这个还蛮值得期待 那宾士的话 你看它最重要的一个车子 它也摔掉了百分之就16.1 它最重要的一个车型就是GLC 对 GLC终于大概快 大家都在等 可是它真的12月才来 对 它12月才来 结果单子已经接了3000张了 你看看还是一样缺车 它最大的问题还是缺车 所以说如果2023年 大家都在预计 2023年景气很差 可是为什么大家都在等车 就交不出车 大家都在卡卡卡 你不觉得吗 好奇怪 那景气很差大家都在等车 这个逻辑到底是什么 这个逻辑到底是什么 奇怪怪的 因为用车可能是硬需求 你觉得你还是要订一台车 硬需求 那你说景气很差的话 为什么我们的硬需求不会降低呢 好奇怪 所以我觉得有时候 外媒 譬如说某些机构在预测 景气的时候 有时候是看股票说故事 还是听听就好 听听就好 真的是不一定是这个样子 没错没错 不一定是反映在我们台湾的市场 好 谢谢罗哥 所以在2022年 真的是逆势成长 甚至于有一些衰退的品牌 大家能够充分地了解了 刚才其实冠宇在一开始就有提到 因为2023年的1月1号开始 真的有不少的品牌 要开始涨价了 好 那分分喊涨的一些品牌 一些车款呢 我们带观众朋友来掌握一下好吗 对 我们刚刚讲到 2022年的整体的销量 比2021年衰退了4.5% 是 这算很多 其实是蛮多的 2万台 那除了这个缺车的原因之外呢 其实还是有包含这个新车 当初被拔配备 还有涨价有很大的关系 那大家会想 现在涨价了 或者是缺少配备了 那我等一阵子好了 我等一阵子的话 等一阵子在订车 看能不能够这个景气 或者是这个缺车状况 战争会回复 但是事实上呢 状况不是如大家所想的 我们可以发现 在这个 我们可以发现 在这个状况之下呢 我们并没有办法 去掌握到这个事情 所以还是涨价了 配备会回来 但是涨价的状况 我个人认为 价格涨了 就不太能够回去 是 不过其实涨价 消费者好像 已经都慢慢能接受 你看像罗哥 他们之前等车等很久 但是虽然拔了配备 然后又涨价了 他们要不要交车 还是要交啊 还是得交车了 都等那么久了 车子到了当然交啊 对不对 对啊 所以现在很多等车的 你说明年车子来了 不是 二三年车子来 要不要交 要啊 还是要交 那你看 为什么会涨价 当然还是跟这个疫情 战争有关系啦 对 那我们现在看到 Toyota在去年九月 开始涨价以后 大家车厂 其他 其他车厂不想要成了 跟着陆续涨价 那我们最受欢迎的 这个热门休旅车的部分 当然一定涨 我们首先看到了 他这个涨幅 你看我们看到这边的涨幅 这边还有地 我在这边带给大家看 涨幅其实最低 从0.9 一直到3.9% 那这个实际的价格 从1万到6万这么多 那三年刚刚我讲到的 3.9%跟6万是谁 就是兄弟 我们兄弟的 Santa Fe 它有这么高的一个涨幅度 那其实其他的 兄弟车系也跟着在涨 比方说我们看到了 Venu 还有Kona Electric 都是涨幅比较高的 那分别你看 我们看到的这个Venu 它涨了2万块钱 最高到3% 然后如果是Electric 它3.1到3.2% 涨了4到5万块钱 进口车涨得 进口车的冲击都会比较大 那同样的我们可以看到了 在Toyota的部分 Toyota部分在Red Ford Red Ford它的涨幅 到了3.4% 去年它就缺车的状况 蛮严重的 去年缺得非常严重 要不然它的量 不会这么低 是的 然后它的最高 也涨到4.1万 那同样也是CHR Toyota的这个进口车的部分 也最高到了3.1% 3.1万 不过要跟大家说 其实还是有车厂 没有涨的 没有涨的比方说像福特 比方说像纳智姐 福特的Kuga 还有纳智姐的URX 他们基本上是没有涨价的 但是也由此一说 就是在去年度 它的这个销售 有衰退的 比较多的这个车厂 它当然不敢涨价 因为它一旦涨价了 对它的这个销售量 会有非常直接的影响 不过就是 回到我刚才所说的 就是车价 其实配配会回来 但是车价要回去的 我认为机会不大 即便之后会降价 但它降价的幅度 绝对不会push掉 之前涨价的幅度 对 我们希望这个战争 什么东西赶快恢复 那这个车厂到时候 看能不能再发挥 他们的佛心 再把价格再调过来一点 是 了解 好 谢谢Michael 所以观众朋友 如果这些名单当中 有你可能有锁定 即将要入手的车款的话 你可以稍微看一下 他们现在涨幅的状况 当然刚才有讲到说 我这些车都要调涨了 但是有一些品牌 还是竟然说 我就是不要涨 我在这个 大家一片掌声响起的时候 我就是逆势不涨价 真的 不涨价 然后有些还给你送配备 第一我们主要是Mazda 有Mazda 6跟CS9 那其实状况不太一样 Mazda 6的话 它是价格维持普遍 不涨价 可以送你一堆 不要说送了 增加很多配备 那CS9呢 是配备大致为值 可是降了还蛮多钱的 我们先来 还是先介绍Mazda 6 基本上23年是 它车型维持跟22年是一样 有2.0的Satane 2.0的Wagon 跟2.5的Wagon 那价格维持不变 我记得价格分别是 124.9 121.9 跟132.9万 那它多什么配备呢 所有这三个车型 都多很多的配备 第一个是 Apple CarPlay 无线的Apple CarPlay 再加上无线的充电 手机充电 这很重要 之前很多网友说 我有无线Apple CarPlay 没错 可是你没给我无线充电 那最后我手机没电的时候 我还得插线 那我的无线Apple CarPlay 到底是有点冲突 那这一次它一次 又是补齐了 无线的Apple CarPlay 加上无线充电 对 都给你无线 那再来另外很重要的是 它的这个车道维持至终 终于追加上去了 可以是完整的 Level 2的半重驾驶 那另外一个 比较小的配备 可是很实用的是 它这中控锁 是速度感应 车速感应 就不用每次一上车之后 还要自己在那边 手里按中控锁 速度起来了 就直接把你lock住了 这个很棒 所以多这个四个配备 可是车价为止 跟原本二年是一样的 这件事要蛮多的 配备的内容 配备更集权了 对 当然是有一些调整 比如像刚刚有提到的 2.0的Wagon 过去二年是有个黑燕版 就是它在 我记得是旅圈 跟后视镜外壳 都是黑色的 然后内装皮革是红色的 搭配起来就非常帅 其实颜色上面的变化 然后二三年是 是没有黑燕版的 不过我觉得不管怎么样 虽然说看起来 比较没那么帅 那四项配备补习之后 这个竞争力确实是 非常有感的提升 OK 那CS9的话 这也是Mazda一直很 很主要的大型的LSUV 有七人座 那新年是配备微微的调整 它少了这个价值疲劳的警示 可是多了这个车速的中控锁 所以我觉得这个OK 一加一减 然后我觉得车速中控锁 还是比较实用一些 代表你每次上车 其实都会用得到这东西 不用再多按耐 那车价部分除了入门的 入门版本维持149.9万之外 原本其他三个车型都降价了5万块 这个蛮有感的耶 5万块很有感耶 所以这个我觉得对于新年是全新的 这个2023年一开始来说的话 Mazda提供了一个 Mazda 6维持价格 可是增加很多配备 那CS9呢 大致维持降价5万块这个状况 听起来还真的蛮有吸引力的 是 好 谢谢小钟 如果说你喜欢Mazda 人马一体的设计 你倒是可以去看看Mazda 6或者是CS9 在这个一片掌声赏起当中 它的确是逆势的部长 而且还给你增加配备 好 那我们刚才聊到了 除了刚才讲到整体市场在2022年的总成绩 是比起前年就是插退了4.5% 但是有一些品牌的车款可是卖得非常的好 大维哥带我们来看看 去年销售非常好的五台车是哪五台 这五台车摆出来大家觉得好像都老生常谈 有些人都是这几台在抢在这市场上 但是销售量当然是有高高气息叠叠夫妇 因为我们刚刚讲了去年的表现跟前年的表现 有微幅的衰退 然后像这个CC Corolla Cross 一直自从有它出来之后 它就是第一名了 然后它也是唯一能够把这个数量 保留在年销在4万辆的水准 所以它达标了 它达标了 基本上它只比去年掉了2% 3% 其实这都是一个 只要你交车多交点它就过了 所以它这个是没有变的 然后至于这个Raffle 那这就是这个衰退就比较明显了 因为在2021年的时候 它全年是卖超过2万辆以上 但是在去年它交了1万7千辆 那你说到底怎么回事 很简单 因为它占比差不多三成的 Hybrid油电车 对不起 也是因为晶片的关系 现在你下单订车 居然要等上半年以上 所以你反而等汽油的话 可能会比较快交车 对 差不多两个月以内就可以交车 所以它反而现在是在交什么 交它一半其他七成的油车 然后油电车就抱歉了 所以你看它整个销售量 就明显地掉下来 因为大家想买头和头 我就想买Hybrid 对不对 Hybrid也是 你看很多这个多元机轮车 他们就喜欢开这Hybrid 对 真的很省油 而且这台车目前来讲的话 它现在欠单也是超过3000台以上 天啊 所以它只要这车子一到货 那它是一定可以上来的 至于Artist 那当然现在因为现在是休旅当道 房车还是有点在衰退当中 但是据我所知道 只要你经常买Artist 其实优惠也不错 而且直到开过你就会发现 Artist为什么那么维持在第三名 因为这部车子也是耐开耐用 而且它其实 好痒 对 好痒 这好痒的状况是这样 这部车子我朋友就讲 他说我想买车子 结果他说他去看了这个CCL 他说对不起也是要等车 而且没便宜 Artist有一点优惠 他觉得买这台车还不错 CP值还蛮高的 对 他就要买Artist 结果他买Hybrid之后 他觉得谢谢大家 我推荐他买这台车 因为好好用好好养 至于Honda CR-V 这部车子 它现在 因为面临整个一个世代交替 原厂已经新车都出来了 但是CR-V在国内 它是维持本田就卖这款车为主 它的HRV现在暂停这个供应 它CR-V还是维持一个平盘 虽然说也是掉一些 但是一万五千辆 在这市场上来看 还是蛮厉害的 表现很突出 然后至于PIX 我们知道它在今年九月十月的时候 它这个 竞技小改款 对 小改款出来了 小改款出来之后 的确火力就出来了 因为大家一看到这个车头造型 马上就觉得这是新车 而且最重要是主动安全的到位 我要说ACC到位 马上就让它这个无缝接轨 而且接单也接得顺利 那我在这个整个 我们虽然只是介绍 这个整个前五名 但是我要比如说 在国内 休旅车是一个很强势的一个急剧 在国产跟进口这样子 你看我们国产进口都有 其实它是比前年 它是小衰退一点 过去我们的国产的休旅车 大概可以卖十万台以上 但是在去年的时候 它大概掉下来了 它掉下来可能是因为 你看我们库改小改款吗 CRV新世代也出来了等等 然后这些车款当然也会 还有Toussaint的L 现代Toussaint 也是接着满手的订单 但是也是交车交到好慢 然后包括MG也是 接单也是不想数千台了 但是也是交得很慢的状况之下 它的休旅车掉下来 然后至于这进口车 也是有那样的影响了 因为在前年的进口车 大概整个Toto市场 急剧是卖了八万辆 但去年的时候 它也掉下来 掉下来原因是因为 RE4你看它一掉一掉做这么多 体逛始终都是缺车 然后唯一我们刚刚讲说 有上来的 Subaru的Forester 卖得不错 但是你看GRC也是 本来卖得不错 但是新车来 实在是满手订单 也是交得很慢 所以你看整个一个休旅车 其实它是市场上的重中之重 我们也期待说 只要休旅车 大家国产车跟进口车场 只要加把劲 这马上整个市场 我们在明年 应该说2023年 2023年 就有感的提升了 是好 谢谢大伟哥的分析 我们知道在2022年 真的只有卡卡卡 缺缺缺 你会发现每一台车 不论国产跟进口 都是呈现这样的状况 那我们知道在2022年 虽然这么的纷扰的一年当中 有两个品牌 重回台湾的汽车市场 而这两个品牌 带来的车款 当然都是不是跨界的休旅 要不然就是正统的 这种休旅车 对 那就是MG 另外还有OPPO 接下来有什么新的动作 有 那MG其实在这个 今年年底的时候 已经发挥出它的力量 我们感觉到 连续两个月都交了600多台 那其实它的料件 国产的料件已经用完了 糟了 现在大家都在等车 又在等了 又在等了 那它的AMG 不管是1.5的HS 不管是1.5 Turbo 或者是PHE 其实都卖得很好 对 然后现在口碑也渐渐出来 除了要是这个车子 大家门一打开进去 顶规 豪华 超豪华 所以也刺激到 很多它的竞争对手 包括KUGA KUGA是不是也要出一个Vanella 对不对 Vanella 对 Vanella 来说我也有很厉害的皮 我也杀皮革 对不对 然后这个基本上我觉得 他们这个AMG的出现 的确注入了心血 我认为甚至于KARA CROSS 都受到了影响 对 你可以感受到 因为它的价格 对 你看89万 1.5T Turbo 就90万内就有了 而且配备这么豪华 这个实在是 太杀了 朋友之间在询问这一台的人 太多了 比问头 那个CC的还多 是 那它今年又会有什么动作呢 其实你从它的动作 你就可以看得出来 整个中华汽车 把整个组装 已经全部转移到 重心转移到AMG身上 对 它今年将会出2.0版的 四轮驱动版 2.0 Turbo 动力更强 这感觉有点吵得酷尬 那个2.0 是 很可怕吧 也太直接了吧 太直接了吧 是不是 然后它动不动就给你 最顶配的东西了 当时大家1.5T 我们在试车说 还不错 舒适性取向 这种前驱有点可惜 但是所有一切配备 什么什么什么 都很好 都没问题 都令人满意 2.0版出来就不一样了 它就是四轮驱动 喜欢性能派 性能派 到时候呢 我们也很期待 它是不是有更运动化的调整 对不对 然后再来就OPPO OPPO在我们这个年纪的 是印象很深刻的 就是像我老婆以前 就有一台Corsa 对不对 小钢炮 然后OPPO呢 这个品牌 基本上像我10月份去德国去试车 你会注意到它的整个设计的造型 它就是一个风镜 运动风镜的那个Visor 它用的就是1970年代那个Menta那种 美式小肌肉运动车的概念 所以你会注意它的线条是非常简洁 然后真的很有那种运动感 而且又干净 所以在德系车里面 它虽然现在是Stellentis集团 但是它事实上是德系车 是德国设计的 没有问题 我们去采访的时候还跟 他们在加州的设计工程师 有连线有在问一些细节 所以它车子真的是 线条就是相当活泼 那你如果以OPPO 其实这是Grandland 它第一台车引荐是Mocha 其实车子线条是还蛮接近的 某哥请问 这一台Grandland的话 它比Mocha要再更大 它大概是4米4到4米5之间 那是不是就变成是 一般现在时下流行中型的SUV 稍微略小 大概就是Tiquang Tiquang 那如果Mocha的话 大概就跟Tcross 比较接近的尺码 那以他们来讲 基本上都是做这种 比较小型的排气量 然后也有Hybrid的 所以你在OPPO 现在新世代的车型上面 最大大概可能只能看到 1.6 Turbo的车 我也有什么2.0 3.0 V6那种大型的车子 但是它的风格抓得很清楚 就是我要做小型运动化 很有乐趣 年轻的 这样子的车型 所以它Mocha现在刚刚上市 然后渐渐渐渐渐的它的经销据点 在这个周末也会渐渐在台中台南 这些据点也会开始成立 那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去看一看 因为OPPO这个品牌 它从以前到现在就是非常可爱的 非常年轻动感的 然后很有品味 时尚闪电标 对 它的造型跟一般的其他德国车 完全不一样 简洁很多 不会像某一些品牌都是横线 很复杂这样 一直画横线 有人爱复杂 有人喜欢简约 对 像大为哥就喜欢很多横线 不会选直线 OK 所以我觉得这个 今年OPPO这个车型 我觉得大家有空 真的可以去它的经销区点 它这整个CI也都完全不一样 非常不一样 对 多了一个选择总是好的 非常好 好 谢谢罗哥 所以观众朋友 你会发现 现在即使在2023年 台湾的市场 百万级巨的休旅车 也就是中型的休旅车 竞争这么激烈 接下来还有这两台可以选择 那我们就来看看 2022年百万级巨休旅车 各家品牌的实力战将 他们的表现如何呢 好 我们就 关于回想到20年前 百万车款 是人中之龙才能拥有 对 但现在你看通膨 物价上涨 而且大家其实对配备要求很高 百万的车款 已经变成是一个常态 是的 所以这个当然也是消费者 自己造成的 我们看到新闻报道里面 常常在讲说 百万房车什么撞了 百万名车 现在已经不稀奇了 我们现在就来看看 最热销急剧的百万级的休旅 休旅 他们目前在2022年的销售状况 首先看到不意外 Toyota RAV4又得到了 在这个急剧里面的冠军 我们看到它有1700 17000 17000 524辆 对 你会觉得很多 但事实上它跟2021年比起来 它衰退了有快30% 对 因为我们知道又是缺车 对 所以已经讲到都已经累了 都是因为缺车的关系 导致这样的状况 但是你看到了Honda CR-V 第二名 14922辆 这个很猛 也算是蛮猛的 因为刚刚大卫哥已经讲到 它已经面临很大改款的周期了 它还是有这样 我们也知道了 目前市场上卖的最好的 是进口的RAV4跟国产的CR-V 国产休旅一哥就了 对 这一哥二哥 一直在这个位置上面 那它有没有衰退 有 它其实衰退14% 但是相较于RAV4它差蛮多的 相较都差蛮多的 那我们再看到了福特库卡 它就是一个强调 它排到第三名 它一直强调欧洲底子 我们刚刚有聊 其实呢 为什么它一直能够撑在这个位置 如果是我了 我就不是 这三台 休旅三雄的话 对 我不是那么喜欢这种 CVT的这个调性的话 我可能就会选择 Cuga Cuga 这种欧洲底子 然后八速的这个手自排的这种设计 它比较有这种运动感的 开起来的爽度也比较够 那它呢 在这个去年底的时候 推出了2023年式的新车型 然后同时还加了刚刚讲的Vineare 这个顶规豪华版本 那为它在这个12月 拉回了一些量 我们刚刚有讲到整体啦 福特其实是有点 稍微衰退的 稍微衰退的 但是还好把它拉回来 让它接近了1万辆的这个数字 那我们也看到了Vineare 跟ST 其实呢 对这个Cuga来说 都是相当重要的车型 其实它们在这个销售上面 都占了大概有一半的量 那跟大家分享的是Vineare 其实出来以后 把ST压住了一些 它有把ST压住一些 那经销商可能就 哇 觉得很着急了 所以要赶快去push 在这个推动这个ST 这个车型上面 好 那我们再看到 马自达的CX5 那马自达我们一直都知道 它是以这个日式精致 这种工艺来说服 这个跟这个消费者做沟通 确实它的车子很漂亮 包含它的车色 它的线条设计 它的内装质感都不错 那在CX5上面 它排到第四名 这蛮厉害的 但是它没有衰退 它相较于2021年 它成长了百分之 大概10%左右 对 它也是属于 逆势成长的一个 百万级距的休旅车型 那我们再看到 Hyundai Tucson 它是4118台 那我们也知道 它其实前年大改款的时候 就获得了蛮多的支持 包括这种票选 都是它这个Cover of the Year 等等的 那去年 其实上半年 就整年度了 它的这个接单量都非常的好 但是也造成了大概 两到三个月的这个后车期 但同样还是还不错的 它也到了4118辆 那我们再看到Forester 刚刚一直讲到 2869排在这个第六名 但是它相较于2021年 它成长了16% 2021年它缺车缺的凶 Forester 但是其实去年也是缺车啦 但是我相信它可能比这个2021年的缺车状好些 好一些 好一些 对它补上来这个东西 但同时它也带动了整体这个苏巴鲁的成长 销售的成绩 对那其实我们还可以来看一下 这边要提出的是 Nissan X-Trail跟 Mitsubishi的Outlander 这个我们已经知道 X-Trail它已经开始在讲车了 它已经开始讲它的全新大改管车 而且在预接单了不是吗 对对对 E-Power 它们目前这个今年有600台的额度 的配额 对有个配额 但是我认为啦 以它这个E-Power这样的设计 我们知道它是比较像是这个电油式的设计 它是用这个发电 发动引擎来带动这个电瓶 还有这个驱动马达的部分 那它 我认为它600台应该很快就接完了啦 然后我们看到 值得一提的是 虽然它已经出了这个新的版本 但是它还是能够撑住 还有2067辆的这个成绩 那同样的我们再来看到 Mitsubishi的Outlander Outlander这个周期其实有点久了啦 但是国外其实已经有一个 这种终归大改款 已经出来了 在去年的时候就已经出来了 那虽然说这个 Mitsubishi在就是中华汽车 还没有在正式的宣布 什么时候会出现 目前他们还没有规划 那它是否是导入国产 或是什么动力都还没有说 但是我们一般认为它今年会出来了 那同样的它已经出了大改款车型 它还是有这个 2021辆的这样子的成绩 所以我个人觉得 这两台其实是 蛮值得期待的 如果等到这两台新车 打改款出来的时候 那前面的部分可能 会稍微有一些便当的吧 会有一些洗牌了 对 没错 好 那我们接下来带大家来看一下 2022年 大家都在买什么样子的进口车呢 进口车有好几台 卖的成绩也是非常的好 在这次这个表单上面你可以看出来 第一名我们就不要讲了 这Rawful它是永远的进口车是第一名的 是的 但是第二名却出现了我们一般认为 休旅车卖得很好 应该都是买休旅车 结果却跑出一部房车出来了 这房车是谁 就是特斯拉的Model 3 这一部车子 它在去年 去年2021年 它卖的差不多是5000辆 结果你看 它今年已经跑到7900台 而且现在车厂已经说 我不卖这台车了 然后再来我们看到Lexus NX 我们知道这一部车子 它刚好做了一个改款 然后这成绩也表现出来了 要不是有Model 3 按照案例讲 也是合在这一部Lexus 拿这个第一名进口车 豪华车第一名 它的7520台 在前年2021年的时候 我记得是7000辆出头 所以你看 可是那时候是算旧款 对 旧款 对不对 你看它旧款都可以卖到7000辆 对 所以你看它的车子 现在也在缺车 也在交车很慢 你看它有些车款 根本它现在是以 NX200可以交的比较多 可是像Hybrid 或者你说要是什么 插电石油店 可能你喜欢你都要等 等好一阵子 所以这只是说 它在欠单的状况之下 无法交车 你看它就可以卖到7500台 而且它也比去年同期 你看它前年同期 成长了差不多4 5% 至于看下来就是 Mazda CX-5 这CX-5 刚刚已经也介绍过 这车子 在这个同级的日系的休旅车里面 这个Mazda 它的确以它的独特的工艺 匠人技精神 发挥出日式车子 在这个价位里面的一个 不一样的 精湿度 对 然后豪华感 对 不一样的感觉 所以它会卖出这个层级 我们觉得它真的蛮厉害的 而且我们这样看下去 Mazda居然在这个前10名里面 它居然还占了两名 好 接下来 第五名是 GLC旧款的 应该是算旧款 是 但是GLC有趣的是 我们一般讲GLC B&W好像都没看到 B&W要吃亏点 因为B&W 你看这里GLC 其实你看这里图 这图案 它是GLC Coupe 一般来讲 B&W就把X3跟X分开来 Coupe的跟SUV的分开来 只要加起来的话 当然还是没有办法超过它 但是会有接近 这部车子 现在基本是 其实这4,800台 是旧款车型 但是卖的不错 但是跟2021年相比的话 2020年代 我记得大概是 6000多台 少了2000台这样左右 所以你看 它的新款车 没有办法太力气地 把它无缝接轨起来 它这个数量 就马上从过去的 可以排到再往前面的名次 现在它就到第五名了 假如说它交得再慢一点的话 我怕明年的话 它可能会在第六名 开始来看掏它 是 因为我昨天去 那个宾市展间 然后正好遇到一个 就一组客人 是 它说它去交旧款的 然后再去跑去 现在新款又上去 它才在交旧款 我说旧款应该很好 因为成熟度够 对 刚有的配备也有 是不是 它说对 我现在能交车 我就很开心了 就是现在有些能够交车的 就像我们接下来第六名 Toyota Camry 这一部车子 我必须说 我们刚刚看到前面的房车 前五名的房车 是它 在这个后面 从第六名开始 卖的最好的房车 就是这部Camry 这部Camry在2021年的时候 它没有十千台 你看 它今年居然 去年居然可以卖超过四千台 到四千两百台 成长大概六% 这样子力和成绩 你说明了说 国人对这部 对这种房车 它还是有个需求 尤其是Camry 它是油车跟油店都有 而且它油车很厉害 九十万 九十万出头就可以拥有了 真的假的 真的 不到百万去开到 而且又进口 又进口的又日系的 然后贝贝又好 又好 然后在这个Hybrid上面 也是一样下下叫 规格 除了它是房车之外 其实它跟Ralvo 一样的一个等级 大空间 对 大空间 所以我认为 我也坐那多元机车的时候 我也坐到这个Camry 他们说 都很开心 我开到这部车 我能买到好棒 这车子百万出头 因为相较于其他的同级车子 那是百万出头多很多 像它这个等级是佛星来 即便它原厂已经宣布 核台宣布 2023年要涨价 但你看它涨价幅度 还是非常容易入手的一个感觉 然后接下来看到第七名 这个只卖一个月 就进到这个第七名的 没有不是 它是因为累积单 对 没错 累积多了 这是特斯拉在国内的一个玩法 它可以每一季有两个月挂零蛋 但是在第三个月来 从第一名创造话题性 然后再看下去 Lexus ES也进来了 ES也不错 这ES 关于我们都对这部车子很感觉 对不对 这部车子敢说 假如你今天想要用 这个200万上下来买一部 200万不到 你就可以买到ES 没错 中大型房车 真的 我觉得这真的很超值 不管是它的200或300H 我觉得都是一个爽度极高的 配备齐全 空间大 而且好用 好开 好雅 所以它的数量 即便它不是市场上最新的车型 但是它的数量 却比2020年还要再成长 2021年卖了3400辆 它是3600辆 你就知道路遥之马力 好的车子在市场 绝对不会受到忽视的 是的 又是Lexus 你看这里Lexus 随随便便就是占三台了 对 Lexus UX 的确了 它比前年它是掉了 因为前年差不多都是5000辆上下 它现在掉到3598辆 但是在这市场上来讲的话 你要买这种高级的 然后是一个小型的休旅车的话 它的确还是一个最好的选择 因为它价位合一 而且又好开好用好养的油电的优势 然后规格又是守约数又高规格 甚至它还有电车 其实现在没有电车 但是当它有出电车的时候 是不是也是抢翻了 虽然引荐数量不多 好 看到这第十名 Mazda 3 我刚刚讲了 Mazda果然是很厉害 当然也是要拜德系的一些对手 或其他一些品牌 他们交车交得比较慢 Mazda 3 它在这里也上来了 在这里 它的车型 因为有四门房车跟五门先备车 在市场上表现上 对这个Mazda就是觉得 你在同期车里面 虽然你价格是稍微贵一些 甚至要跟人家的中型房车去比 但是总是开你的车子 不管开 还不会买白色 去买红色的 开红色就是一个感觉 我已经开到了 日式精致文化的代表产物 所以这Mazda你看 它靠着Mazda 3 还有它的Mazda CX5 它在市场上也有口碑 然后还有我们昨天 今天它发表的 MX5的敞篷跑车 那就是在市场 独一无二的一个产品 是 好 谢谢道伟哥的分享 当然2022年 台湾人都在买了进口车 这十款提供给大家做参考 那么接下来 在今年2023年 有一些新车 真的很值得大家期待 如果你正好要换新车的话 我们来看看有哪一些可以选择呢 对我们整理的八台车 那么先看前面四台 先从我们一台一台慢慢来看 BMW的X1 其实这台车在 我记得二年十一月 就公布了它的预售价格 跟它要引进的编程 我记得有 汽油的有 18i跟20i 那都是1.5升三缸涡轮 再加48币微油电 价格的话 我记得预售价是190万跟212万 然后它有纯电板 iX1 那价格我记得是222万 那其实这台车 虽然说是在BMW里面 所谓的这个 比较入门的修理 对 但是你看它的同期对手 奥迪的Q3 賓士的GLA 那其实这两位奥迪跟賓士的对手 都他们产品都比较进入所谓的 中后期的阶段 然后在新鲜度也好 在科技度也好 在产品的一个竞争力也好的话 我觉得我真的蛮期待BMW的S1 它看起来确实是一个全新世代的BMW 让人蛮期待的 那再来是这个HONDA的CIVIC 这个当初从22年底就说 我会正式引进 然后我记得最近在路上 也抓到一个测试车了 在路上跑 然后就很明确引进这EHIF油电版本 那价格的话 现在应该很确定 就至少是上看130万的关卡 那这价格你说怎么样 但以日系车品牌来说 是比较高一点点的 但我觉得如果说你是对标Golf的话 德国车Golf的话 好像又差不多差不多 但不管怎么样 我相信150万对一个CIVIC来说的话 还是会有一个蛮大的挑战 对会有一个蛮大的挑战 再来小改款的Focus 这个 这个也是炒热很久 那听起来应该是等农历年过后 就会正式上市 Focus它终于在小改款的时候 最重要Wagon版本 那另外的话动力的部分的话 当然因为中国市场它不喜欢三缸 他们换上四缸引擎 但我觉得三缸 这颗1.5三缸涡轮 在台湾接受度蛮高的 所以会继续 我猜是会继续 而且我觉得这个什么细腻度 扭力的输出 我真心觉得是非常好的 对 它没什么可以挑剔的 那中国市场 中国市场 我们台湾还是 而且我们用车的环境不一样 对 没错 对 然后照目前所有 可以流露出的资讯来看的话 不管是什么安省的资讯 或是一些所有相关的东西来看的话 似乎目前都没有看到 小改款四门版本的出现 意思是他要用国产的威梗来 我觉得非常有可能 对 我觉得非常有可能 当然刚刚大伟哥有介绍到 其实在销售整个前十大 有很多是房车版本 但是这可能比较属于中大型 然后可能是比较高单价 高规的一个设计 可是回到所谓国产车 七八十万八九十万的市场里面的话 再加上Focus给人的印象 就是Hash先贝 那房车这件事情 好像确实它会比较 稍微在车系里面 比较弱势一点点 那威梗的声浪很高 所以目前迹象来看的话 它如果真的取消 Faturn版本 四门版本的话 我觉得是一个 非常合理的一个操作 没错啊 大家应该都赞同啊 对 而且其实 我觉得福特六对于 Focus车系的操作 还蛮有变化性 比如说当初他推出 Active版本的时候 让我觉得 居然会走这一条路线 所谓的跨界的Hash 至少在台湾市场里面 百万内是很独一无二的 而且在在显示 它的成绩就很好 没错 它市场上的接受度是有的 所以它如果在小改款的时候 它取消Faturn 然后用Wagon来替补的话 我觉得是非常有可能的 非常期待 OK 再来是这个 Honday的Tusang Tusang 新机种推出 我想说Tusang不是去年大改款 它要推什么呢 其实在当初大改款推出的时候 我记得内部就有偷偷流露出 其实除了原本 现在是1.6渦轮 对 那它应该后续会追加重力 就2.0NA进去 入门版本 对 然后也有可能是1.6渦轮 再加Hybrid 高贵一点的设定 但我真的非常期待2.0NA的 比较入门版本 因为现在它价格是99.9万 那假设我现在推出了 不到90万 对 8字头 8字头 HX 少10万OK啊 HX1月份才公布它涨价 它现在没有8字头了 是喔 而且你看为什么会期待 因为8字头的中旧修旅车 真的好像没有 而且刚刚也提到 我们提到这个 Toyota的COROTA CLOS要涨价 最顶规要99万 近身百万家族 对啊 它看起来是 是比较 比较 比较小一点的 但它现在车格比较大一点 所以我觉得是非常值得期待 2.0NA版本的推出 好 其他的A CLOS跟B CLOS的话 其实它是小改款 坦白说 我觉得它重点是内外的小调整 对象它动力系统 全部把它加入了48个围油店 而因应这个市场的趋势 再来是ATRAIL 我们提到很多次了 然后E-POWER的动力 预售价是151.9万 双色车身再加2万 双色内装再加2万 真的是蛮顶规的一台ATRAIL 所以我个人还是期待 之后会增加的纯汽油版本 是啊 它可能落在120上下 价格大概120上下 还是比较能够销售的大宗 那Toyota Chrome 这个是顶天的Toyota 大家以为Camry才是它的旗舰 没有 Chrome这车才是 皇冠才是Toyota旗舰 这车一定不便宜啦 我觉得至少应该200万 是很有可能的 应该是跑不掉啦 但它的这个车的定位 它的配备的豪华程度 真的不是我们想象中的Toyota 这个Chrome是跨界的吗 对 Chrome 它不是那个仿车的吗 对 它不是 仿车是后面一点才会出现 那我觉得这东西也是非常期待 是真的是顶天的风险 看看它有多厉害 我们看到Lexus的IS 在台湾的市场进行了二度的小改嘛 罗哥听说也有大改款的消息 对 其实因为两年前它那个小改款 大家其实有点失望说 蛤 你怎么这个已经八年多了 怎么改 怎么还是小改啊 但那时候除了A柱以外 其他全部都是新的耶 对啦 当然它就是外型嘛 奇怪 人家都已经那个GA新的世代了 对不对 怎么没有 对 它是在hold住 hold住什么 等现在了 OK 很多人会讲说 今年很可能最新世代 它就会用上了这个ETNGA的架构 所以它直接会有电车版 会有Hybrid 当然这些一定标准人一定会有 而且重点 它会有旅行车的版本 哇 IS旅行车 比如说它会把这个Lexus这个纯电的家族 会从IS这边一个新的开始 比如说UX那个时候的纯电 并不是全新的这个结构嘛 对 不是全新架构 那它要把这个全新架构 从这个IS 所以它才会两年前hold住 然后呢 接下来 我要从这边把Lexus 你看Lexus RX不是也才刚改款 对 对不对 它要一步一步一步地把ETNGA这个架构 从这个在Lexus上面 一个一个开始发挥出来 那当然以后不管是轿车 旅行车 还有休旅车 你就会看到它渐渐渐渐把它发挥出来 以后也不发这种超级跑车 也有超级跑车 对 所以就是纯电的 你如果电的